今天早上來看 這本來在三個月設定應該要做的這疫苗 只不過有腦減的疫苗 所以因為專攻是疫苗在欠費 所以台東市現在有7萬人家是要煮沒有 所以受到影響 這麼少家長帶到小孩要去診施 煮沒有才發現說 金布是沒有疫苗可以煮 也能去吃這麼多家長這麼驚訝 有新鮮的門禁扛扛 大門口大廚一部腦炎疫苗 原來有注射的統治 這件事就能夠三個月 台東市以外賀新鮮拿到 女兒的爸爸手冊 讓小孩的驚訝注射會有風險 也為了台東市為新鮮 沒做好選擇的健身 還這麼多屬性預約爸爸媽媽多早一段 像我自己就還會打電話問 那有些人就直接跑來 他就進的衛生所根本是沒有用啊 很多家長搞不清楚都會白跑一趟 日本腦炎疫苗每年3到5月要注射 這個是每年經常性的工作 這個疫苗也應該是可以預知的 台東市有700人接種人士受到影響 全國經家有70萬人住沒疫苗可以住 台東市為新鮮強調 主要是關頭共鮮出了總控 才會以後報告外來接種疫苗 公費疫苗統一由衛生署來配送疫苗 那全國統一是3月21號開打 疫苗到之後也是要打電話確定有 預防接種的門診時間才有辦法接種 日本腦炎經常發生一六七個月期間 疫苗注射後要補充跟一個這樣的三線空替 如果經過施打疫苗的事件在5月內才來完成 香港疫情會拉緊報 以後的質疑 日本腦炎每年接種的因素都會出生的疫苗 而且還會發生健康注射的事件 也會有進化的中市可能的防疫漏洞 接下來 總括報告